秋天是我们最忙碌的季节 每当秋收这个时间 我们都会跟他进行一场赛跑的 秋天在他们的手上 肯定会更美 肯定会更好 最关键的地方 质量一定要保证 让老百姓一目了然 每年抢收稻子的这十几天 是最考验一个人人缘的时候 你能不能成全看有没有人帮 这话是隋冰县浦阳农场的梁农丁超说的 超主啊 你在谈谈吗 麻烦你个事你帮我给盖上呗 我在柳西这边呢 我看滴得雨了 下了你盖上吧 帮我盖一下 好 麻烦你了啊 好嘞 亏了有邻居帮 丁超帅的道子才不至于泡汤 而另一边他还得赶紧叫停 正在作业的割筛机 第一时候啊 就怕下雨 就怕下雨 秋收最怕下雨 这片广袤的黑土地 位于黑龙江省东北部的三江平原 是中国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 对于丁超这样的大面积水稻种植户来说 此时原本正是割筛的最好时机 我种了八百亩水稻 开始是打算进行放晒一些 给它放倒以后呢 通过这个风 阳光的照射 进行底下通风 它会到一个自然干的成物 然后呢我们进行试核 放晒有成割晒 先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 铺放在稻茶上晾干 再用试核机将其脱离归仓 由于这里纬度高 水稻成出碗 但是下雪糟 对梁农来说 割晒可以将整个收割机提前 会大大环节抢收的压力 当丁超终于叫停了割晒机 雨也停了 还好损失不大 你这个 你这些再有两圈多 三圈就完事了吧 两三圈 两三圈 不过丁超虽然吸引了 老天爷帮忙 可看着满天乌云 他知道老天爷的帮忙 好不住 要办成事 他还得找人 通常 农场鸡箱站 每天都会在微信群里 公布天气预测 但是此时还没到发布的时间 丁超实在等不及了 你好 姐 我想问一下咱们农场那个最新的天气情况发出公告了吗 我看手机没发呀今天 他就坐着呢 马上就发了 你收多少了 我刚收点 我瞅着天不好 完了 我看这个咱们这个群里 没发今天的这几天的 未来几天的这个降雨 我行 那我过来问问 丁超的突然到来 让气象站的大姐有点出乎意料 但是看到丁超这么着急 大姐还是大方地给丁超看了收集到的气象监测信息 然后那个也有阵风五至六级出现 七天都有雨 然后你看这个云图的走向 西南向东北方向移动 哦 那行 因为行 那我知道了 姐 谢谢 听完大姐的讲解 丁超更加郁闷了 未来七天都有雨 剩下的七百多亩地 只能等到霜降以后进行直收 下完霜以后呢 水到有一个非常黄金的抢收时间 它这个接管经过霜打以后 我们就是老百姓白化就给它冻死了 它这个杆就会自然死亡 只要没有水分我们来进行收集 也就三到三到五天的这个时间 盗子经过霜冻 才会彻底死亡 干枯 进入黄金收割机 但这样一来 时间 设备 人力 对于定超来说 都将是不小的挑战 尤其是设备 是最不能掉链子的一环 我正常两台收割机的话 一天可以收一百亩地的情况下 我需要八天能给它收回来 去年我家吃个坏的一台 没有办法了 马上眼瞅着不是来雪 就粒往下掉了 你就肉眼能看着 过两天你就能看着 一挂疯子粒往下掉了 丁超自己只有两台收割机 想要顺利完成抢生 他必须寻求外来的机械力量帮忙 丁超首先想到的 是连队的管理员 宣长 给你打电话打不通 找你半天 怎么了 那个 我感觉我自己的机械力量 不一定能收完我这些地 看看能不能你给我掉几台 现在是这么情况 你还有多少地 现在还有700亩地左右 700亩地 现在需要多少个车还有 越多越好呗 两台三台 三台四台都行 我给你记上 现在到时候如果有车 我第一次联系你 行行行 你上点信 我就着急完了 我没知道你着急 行行行 我再问问别人 我也现在多方便 我先帮我联系 行行行 好好好 那你先忙啊 好 以丁超对宣承的了解 能帮的他一定会帮 但是增多周少 宣承也心有余而力不足 果不及人 大雨如期而至 这顿铁锅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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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超吃得心不在意 Marion 女士 那个客户 因为在家里 你会在家里 有个小孩子 我现在还在家里 你会在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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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在家里 我现在在家里 店家里 你会在家里 我现在在家里 丁超吃得心不在焉 他几次欲言又止 不知道怎么开这个口 然而 从小一起长大的哥们 又怎会看不出丁超的小心子 每年到这个环节 都有这一坎儿 咱们哪年都过去了 不怕今年这个 你别闹着 现在呢 葛塞子给推了 这个环节市长 他这个地比较多一点 他肯定是着急 你看 葛塞子 葛塞子 想提前抓紧 把这个梁人收一下 但是隔几个也各有各的难处 瑞哥家里只有一台收割机 国井的稻田比自己的还多 俊波收完他自己的地 还要帮老丈人家收 也不用上午啊 好了 大家都能收到这样 此来想吃 丁超还是把想说的话咽了回去 接下来的两天 虽然天一直阴沉 但是没有再下雨 丁超开始琢磨 是否能早点收割 能早一天收割 就会少一份风险 于是 他开始四处打听 这两天 咱连收的都多少个水分大概 十五个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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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个多数能不能干了吗 丁超口中的多少个水 指的是稻谷的含水量 通常这个数值 必须降到百分之十六以下 两农们才能开始正式收割 行 你整准就行 从邻居们那里打听来的消息 让丁超看到了提前收割的希望 这位是丁超的父亲 丁超想请父亲帮自己提前抢收 从17年到现在 父亲手把手交过当地 怎么去经营这个水稻 怎么就是完善的一套水田管理 从中也摸索啊 在跟着父亲学习了五年之后 丁超如今已经完全接手了 家里八百亩稻田的管理责权 但是对于丁超提早收割的提议 父亲还是给出了反对意见 这让丁超很不以为然 他觉得是父亲过于保守了 来啦 玩两个不最好 到这个时间段了嘛 基本上家家都是这些水分的 水分不会差太多了 丁超不顾父亲的反对 还是来到了田里 开始了试收 有点炒 它只要是测量时间慢 它就是水分量 要是干粮放里就出来 多少出来了吗 没有 二十二 果然如附近所料 含水量过大 还远远达不到收割的标准 这让丁超很是错吧 谢了吧 谢了 那不能收了 那没着 要不你再把这里 对墙凑凑满呢 哎呀你可别凑了 你没有地儿晾了下雨 那行 那不凑了老老 谢了 谢了得了 我们这片长沿 它的地方是有限的 你没有办法说 把整个地收了 放到长沿赛 它没有这种场地 只能说把水分 控制到最标准的水分 来进行直收 直收以后呢 我们也可以这个 给它集成大堆 如果说你要是说 水分很大的话 你没有办法 集成像我这种大堆 既然选择回来种地了嘛 选择回来搞这个农业嘛 你就是无论干什么吧 你一定要 尽你自己每一份最大的心 做这件事 你瞅那个杆都白了 你瞅那个杆白了吧 我跟我爸收两圈 还是白的 再往里马上就绿了 还大 还得等 此时尽管已是深秋 肥沃的黑土地 依然在向稻子供给水分 刀子依然拥有着强人的生命力 十月四日凌晨 气温降到零度以下 露水开始凝结 霜终于来了 刀子开始死亡枯萎 这片土地的旧收剂 终于可以正式启动了 不��들的资本 深秋天 还没有放进去 韦南天空下 融动着金色的白狼 蜜蜜蜜 拉拉拉拉 sola 拉拉拉拉拉 走走走周就开始正常收 就收那个式子 到那个式子收 你转一圈儿 或者转半圈儿的时候停一下 打了锁 如果要行的话 就从作开始干两圈 来 刚才打的多少个水 十五个五 十五个五 开干 开干 行 那就正式干吧 干这么多呢 兄弟啊 啊 你说完了 干啥了 加点油吧 满香来的 满香来的 那你就干完 干完以后你上那边找我 注意安全啊 哥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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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那个水稻的价格呢 也比较可观 目前来看啊 这个产量呢 应该也比较可观 可能说 今年也能卖到一个好价钱 也是一个丰收年